金副力士直骰大赛的赛制分为初赛和复赛 初赛包括直骰与上链两个阶段 初赛将筛选128名参赛者进入复赛 第一阶段初赛场地分成ABC第四个区域 其中A区有四条队伍 B区有三条 C区有两条 B区有一条 合计十条 每条队伍有50个位置 总共500个位置 在准备阶段 参赛者将按照报名顺序 依次选择区域中空置的位置 当所有位置被选择完毕 剩余的参赛者将在后卫区排队等候控出的位置 在主办方发出指示后 初赛正式进入直骰阶段 每排队伍的参赛者依序进行直骰 若成功骰到满点 该参赛者进阶至初赛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上链阶段 若位直出满点 参赛者则需移动至任意区域 任意队伍尾端重新排队 也可在后卫区停留观望 直骰的骰子起初为20面骰 如果同一队伍有连续三名参赛者直出满点 该队伍的骰子会进化为面数较少的骰子 进化顺序为20126 参赛者成功进阶至上链阶段时将根据当时所在区域分配到相对应的座列 例如在A区域进阶的参赛者会进入A座列 若对应的座列已有8人 参赛者可以不受限制自由选择进入哪一条座列 或者在等待区考虑 然而为避免等待区人数过多 当等待区超过5人时 主办方有权为参赛者分配座列 当某座列累积满16人时 该座列的参赛者将晋级复赛 上链阶段将选取最先级满人数的8组作列 总共128名参赛者进入复赛 在复赛阶段 比赛才单败淘汰制 由5盘3胜制决定胜负 场地由3个同心圆构成 并且从中间分割为两个半场 参赛者需要在自己的半场投掷区进行指甩对决 每盘比赛由初赛通过次序靠前的参赛者暗中后 次序靠后的参赛者先攻进行投掷 每名参赛者共有45秒的时间完成5盘比赛 如果时间用完 则该参赛者将被直接淘汰 每次投掷骰子后 参赛者必须等待骰子落在对手的半场 且停止晃动后 才能前往按下计时钟 确认完成这次的投掷 一方完成直骰后 另一方才能离开投掷区捡起骰子 并回到投掷区进行投掷 如果骰子未能越过中线落在对手的半场内 参赛者需要自行捡起骰子并返回投掷区 再次进行投掷 直到投掷能够落在对手半场为止 三个圆内的骰子落点分别有不同的加全乘数 分别是两倍三倍以及六倍 如果骰子未落在任何圆内 则加全乘数为一倍 只要骰子的任意一部分压在圆的边线上 就是围落在该圆内 每盘的得分是骰子点数与加全乘数的成绩 分数高者赢得该盘 如果两方的得分相同 则需要继续止骰 直到分出胜负或有一方的时间用完为止 先赢得三盘的参赛者获胜晋级 首先,当进行投掷的动作时 选手必须确保自己至少有一脚维持在投掷区之内 接着,一旦按下计时器 选手必须马上返回自己的投掷区 如果发现有拖延时间或者妨碍对手的行为 主办单位将依照状况直接判定其为败者 再者,如果选手在对手的出手时间内不小心触碰到骰子 也将立即被视为败者 紧接着,当选手的投掷高度过低 以至于骰子的随机性无法展现时 主办单位将会要求选手重新进行投掷 如果吕犯同样的错误 则会直接被判为败者 最后,要特别注意的是 骰子本身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 因此,任何张骰子用于攻击裁判或观众等行为的选手 将会被立即判为败者 好,请认为败者 攻击裁判或观众等行为败者